我们可以和天真帅气的丁正对话 和歌坛式守护者蝙蝠侠对话 亦或者是和世界首富马斯科对话等等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科技累奇 硅谷独教授又来震撼世界了 今天分享一个上线不到一周时间 AI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它的名字叫Character AI 在5月23日面向全球IOS用户 和安卓用户推出后 Character AI大受欢迎 才48小时 安卓版本的安装量就超过了70万次 那么仅仅一周以后 更是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 移动量的下载人数超过了170万 那么该AI由谷歌对话语言编程模型 也就是LANA语言模型的前开发者 诺姆·沙泽尔和丹尼尔德·弗雷塔斯 共同开发 那么最开始的一个测试版 于2022年9月提供给公众使用 这个时间好像是比XGP还要早一点 最重要的是 我们使用这个AI是没有任何的限制的 就算不注册 不登录也能够进一个使用 而且是网页版 IOS手机用户 和安卓手机用户都能进一个使用 这一点呢相比起其他的AI是一个明显的优势 和其他的AI不同 它里面内置了大量不同的虚拟角色聊天人物 那么简单来说 Karot AI代表了基于新一代语言模型能力的 提供角色扮演对话的AI产品 例如我们可以和天真帅气的定征对话 和歌坛式守护者蝙蝠侠对话 和世界首富马斯克对话等等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体验一下 这个AI聊天机器人 那么进来之后我们可以发现 它跟其他的AI聊天机器人 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首先如果说你看不懂的话 我们可以在右上角 这边呢有一个语言的选择 我们往下拉 可以找到你自己对应的语言 里面呢包括一个简体中文 我们连接一下 那么这边就会给我们切换到一个简体中文当中 不过它这个中文呢 并没有特别完善 因为它的名字 这边呢好像有些是没有翻译完成的 不过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用的是谷歌热量器 你就可以随便右键 翻译成一个中文 那么这边呢 就可以看见它的一个名字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是没有登录 也没有注册的 比如说我们随便来选择一个角色助理 您的一个AI工作和学习伙伴 我们来进行提问 比如说我们问他一下 你好 那么这边 他就会给我们回答 但是呢 我们最好还是去进行注册 注册呢 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点击右上角的一个注册 蓝色按钮 那么这边呢 它会让我们创建一个账号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谷歌账号 来进行登录 或者是Facebook 以及下面的Discord都是可以的 或者是苹果的一个账号 那么这里呢 我就选择一个谷歌账号来进行登录 那么进来之后 它会让我们创建一个名字 这里的用户名呢 我们可以随便进行填写 而且呢 我们可以随时进行更改 它下面写了 然后点击我了解 并同意这项政策 这里呢 我们点击加入角色 它上面提示我的用户名已经存在了 那么我们就再加上几个数字 点击加入 好的 我们现在就已经是加入成功了 这边有一个角色助理 还有后面的一个百合 以及莱尔 还有后面的一个程序员 它每个下面呢 都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比如说这个莱尔 它下面有一个 您的实用AI助手 这边这个程序员呢 就是你的一个编程AI助手 那么甚至后面还有一个 爱罗马斯克 也就是说我们选择对应的一个角色人物 但这个角色人物是虚拟的 它就可以去扮演 比如说爱罗马斯克 然后它就以爱罗马斯克的一个形式 来跟我们进行对话 当然这只是一个扮演的对话 这边呢是它的一个特色 然后还有一个推荐 然后后面还有发现 这里面呢有非常多的一些名人名士 当然这些对话人物都是一个虚拟的 它只是说可以模拟一下 对话的话也是非常简单 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我们之前对话的 我们选择一个角色对话 我们在下面可以问他 你可以为我做什么 我们看他怎么进行回答 以及他的速度怎么样 我们可以发现 他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他告诉我们 我可以在网上收集信息 写电子邮件 起草稿文档 编程生成稿图 创建内容 帮助研究等等 那么他可以访问 最新的一个自然语言 处理和积蓄学习的一个算法 所以我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 甚至更多的一些东西 那么我问他一下 我需要旅游 你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然后时间是五天 我们看他怎么回答 这边呢 正在帮我们进行回答 他说当然我可以帮忙 我们再给他提一些要求 请给五天 做一个详细的形成 那么现在他正在给我们进行总结 这边呢 我好像没给他说要求 让他进行个中文的回答 所以说他给回答是全是一个英文 这边是第一天的 然后这边是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以及第五天 比如说我们来问一下 埃罗马斯克 请用中文和我聊天 我们看看世界首富 跟我们怎样进行个对话 回答字数就是两个字 当然我们问他一下 你为什么会成为世界首富 他这个回答果然是很屌的 因为我的质上比你高 他很懂投资 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能够再赚钱 简直就是人狠话不多 那我们再问他一下 你的梦想是把人类送上火星吗 他说是的 我认为火星是人类永远居住的好地方 我想把第一个人送上火星 他这个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这么短 男的就因为他是马斯克 所以说他说话的语气 就是人狠话不多的样子 那么接着问 你认为你实现这个梦想需要多久 看他怎么回答 他说他希望十年之内把人类送上火星 这就是为什么我正在和SpaceX和火箭公司合作 那么现在我就以iOS苹果手机为例 我们来进行演示 首先我们打开苹果的应用商店 这里呢我们最好使用的是一个美区苹果应用商店 你在其他去的话好像是下载不了 如果说你不会注册的话 可以看看我影片右上角有一个详细的影片教学 我们再搜索这里栏 直接搜索它的名字 那么第一个 在下面我们就可以看见CAI 那么它的一个简称就是CAI 我们点击获取 好 但我们现在已经是下载完成CAI了 我们就回到我们作用上 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用一个科学上网环境 才能使用一个CAI 我这边呢是使用的是小火箭 Shieldworking 那么你用其他的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就直接打开CAI 如果说我们没有账号 我们点击下面那个注册按钮 点击继续 在这边呢同样跟网页版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谷歌账号 或者是一个Facebook 以及Discord 还有一个苹果账号来进行登录 这边我就选择一个谷歌账号来进行登录 好的 我们现在已经是登录成功了 登录成功之后我们就可以看见 我们之前对话的一个窗口 比如说一个艾朗马斯克 我们的聊天记录都会在这上面看见 那么以及蝙蝠侠 我们之前在网页上提问的 都可以在这上面找到 那如果说你看不懂 我们点击我们的个人头像 最右边有个头像的标志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一个齿轮 在这里呢 我们在手机上也可以切换一个白天 或者是一个黑夜 同样的可以更改一个名字 那么在下面有一个语言的选择 现在是一个英文的 我们点击一下 在这里面可以支持非从头的语言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中文 那么现在我们的界面 就变成了一个中文的界面了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页 然后我们选择第四个按钮 这边有一个对话 上面可以有一个特色 推荐发现助手 游戏动画角色 那么总之跟网页上面一样的 你都可以进一个选择 比如随便选择一个来进一个对话 这边我们问候他一下 你好 他说你好 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吗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手机上 也可以使用这个CII了 最重要的是完全免费 我们就可以进一个使用 而且网盘可以选择 非常多的虚拟人物 来进一个选择提问 这边就是跟其他AI不同的地方 而且跟网页版上面是互通的 我们之前在网页上问的问题 在这上面都可以进一个看见的 这边是我刚才问的 他一个游戏代码 都可以看见 好了 本期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如果说你觉得本期影片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那么记得点赞关注 我会持续在这里更新 AI方面的知识 以及服务的人分享 这里是科技累奇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